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優攻略 那是斗羅大陸史萊克學院啦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個史上最多組的里巴馬 包含最新的隱藏版的旭 還有這個版本最強的最神的職業啊 各種最強的首抽福利 那各種福利啊神裝 那重點是這個里巴馬先分享 這個最新的旭哥獨家找到隱藏版序號 首先有這個DL666 接下來這個DL777 還有這個DL888 DL是斗羅嗎 DL 接下來這個DL9996789 反正就是666777888999 接下來是這個SLK666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優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 續哥來分享斗羅大陸史萊克學院史上最多組的禮包馬 加上隱藏版的需要總整理 哇 史上最多 超級多 就在這邊了 獨家分享給大家 首先這個COD666 接下來是這個GIFT666 接下來是這個DLYY168 接下來是老孫666 接下來是這個 子鈴666 還有這個 達哥母母送福利 然後達哥唐三 帥吊渣 然後子鈴母蛋侯福利多 怎麼那麼難念 然後這個馬流春 長愛香蕉 DL666 接下來有這個DL777 還有這個DL888 以及DL999 那接下來有這個史萊克學院開學啦 這個直接輸入中文的 接下來是這個 斗羅等你來哈拉 這也是中文的 接下來是VIP系列的 VIP666 然後VIP777 VIP888 還有VIP999 接下來是這個 SLK666 它這個大多數都是666 你666 778899 都可以去試一下 這樣 有時候可以測出一些隱藏版的序號 好 獨家分享一些小秘訣 接下來是CAPY 然後BARY 這好像是可以拿到一些隱藏版的東西 接下來是這個 DCW 然後XCEWC 那個大小寫註一下 接下來是這個 HOWFUN HOWFUN 接下來是這個 達哥 中文的達哥666 接下來是這個 香香 666 接下來是 長腿 666 然後這個 旋旋 666 破檢666 然後破檢777 還有破檢888 接下來有這個 YU666 然後還有這個 NL666 還有這個 羅傑666 以及這個 阿亮666 還有兔兔666 以及 DL666 它應該有蠻多是什麼 666 77788 像VIP系列 大家之後都可以去測試一下 比如說 666拿去測試一下 這個77888 應該都可以測出來 蠻多的 好 那開服之前 旋哥就搶先把所有的福利總整理 那後面還有一些隱藏版序號 還有一些 像是獨家的福利轉蛋券阿 還有一些什麼 藍金阿 很重要的東西 都在後面 還有神裝 可以拿到 好那我們就 仔細看完吧 Let's go 好那 抖羅大陸呢 里巴馬 就是台版的最新的 那旋哥獨家分享給大家 那台版呢 即將上市 但是還沒上市之前 旋哥就搶先 幫大家把福利總整理 首先呢 這邊 有這個里巴馬 現在這邊是事前預約有獎勵這樣 這邊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會有一些抽獎 等一下來仔細講一下 這邊像是有什麼小五的龍毛公仔阿 買卡點數這些 好 那這邊 里巴馬 他這個是什麼 破檢666有沒有 中文的破檢然後666 那其實有好幾個 等一下旋哥會一一的分享 大家不用急阿 那這邊還有一些像是公測的福利 有大量的轉蛋券阿 然後藍金 這邊 虛寶馬 只能被領取一次這樣 然後同組虛寶呢 每個賬號只能使用一次 這邊有特別寫 參加這個活動 8月24號的6點到7點 這個公測的福利 然後8月22號 有這個歡慶公測福利活動 這邊 大家自己看一下 這邊 22號公測 到底是22還24阿 你們要搞清楚阿 反正就是公測的活動 他這邊有禮包馬 那這個是人數突破的活動 這邊會送你這個 露營探險裝備大全套 最強的隱藏版神裝在這邊 77萬達成 隱藏版神裝 好 然後下面有這個禮包馬在這邊 有沒有大家看到了嗎 8月22號正式上市 然後有這個破檢666 剛剛講到破檢666 他破檢777 還有破檢888 旭哥想應該還是有什麼 VIP666 VIP77 VIP88 因為抖羅大陸 大家就知道嘛 這個就是 中國的他們的 很有名的一個IP 所以他們很喜歡 VIP系列 什麼666 777 888系列的 因為旭哥有一部影片 就是專門在做 抖羅大陸的禮包馬 結果那部影片看了 人數還蠻多的 早期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做蠻多 關於抖羅大陸的攻略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 破檢666 破檢777 還有破檢888 最先分享給大家 旭哥 獨家分享了 旭哥好像玩過蠻多款 抖羅大陸的手遊 那這邊還有一些隱藏版的 虛號在這邊 有沒有這邊有什麼 雙倍虛寶獎勵在這邊 白虎 藍鷹草 螺骨兔 七寶 琉璃塔 邪火鳳凰 還有幽明靈貓 你可以選你想要的職業這樣 選擇你選擇的職業 那就會有 魂絲可以瓜分 藍金 這邊 然後可以拿來抽轉蛋啊 然後強化我們的道具 還有實裝 這邊 所以隱藏版的序號 這個奶讚 這個 旭哥覺得這奶蠻讚的 不錯 好 最爽的福利 禮包馬 然後虛寶就直接分享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哎呀 右上角這個奶讚 好 這個左邊是那個主角和小五 這個男主角 好 分享給他這個最爽的禮包馬 再開局就可以拿到所有的禮包馬 好 旭哥來分享抖羅大陸 官方認證 體靈最強最神的職業 那職業種類還蠻多的 那旭哥就來講一下吧 首先呢 是這個白虎啊 白虎 女生的白虎 大家知道的 哈哈哈哈 好 白虎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 好旭哥就不講了 嗯 男腳和女腳都可以是白虎啊 然後他這邊 光屬性然後輸出來不錯 然後屬於近戰坦克類型的 只要當肉盾啊 然後幫後排 就是抵禦傷害成傷的話 可以玩這個職業 主力坦克白虎 接下來是這個 幽民靈貓 這個是女性向的職業 爆發性輸出 近戰很像刺客的玩法 那這個還蠻不錯的 蠻推薦大家可以選這個 就是爆發力還蠻強的 蠻強勢 然後可以拿來克一些脆皮的角色 算是蠻神的職業 接下來呢 是藍銀潮 藍銀潮就是 遠程控制系的職業 輸出呢 算是中上 然後打PVP啊 很強 然後控制能力很強 刷圖的效率還不錯 也算是整體還算不錯的職業 可以練啊 然後可以打PVP或是刷圖都還蠻優秀的 接下來是七殺劍 七殺劍呢 比較偏向遠程輸出 然後物理傷害 那他有非常強力的輸出能力喔 所以還蠻推的 然後副本當中呢 也有強力的威力 跟武魂共鳴之後呢 還有這個飛劍 可以當作作騎 然後非常帥氣 有非常高的輸出能力 加上非常帥氣的華麗的戰鬥啊 這個也是蠻頂的 最神的職業啊 接下來是柔骨兔 柔骨兔之後近距離戰鬥 女性向職業 然後喜歡玩近距離啊 然後當作富坦的話還不錯 喜歡近距離 然後喜歡看妹子 哇 小兔 柔骨兔 接下來呢 是這個邪火鳳 這個職業呢 只能選男角這樣 然後屬於火弓型的 喜歡玩火弓啊 那種職業的話 你喜歡玩火的 就玩這個職業吧 火弓然後強力輸出 所以喜歡玩火弓 喜歡玩強力輸出 然後有一些控制的話 火弓這個不錯的職業 下一個呢 是七寶琉璃塔 玲瓏龍 大家應該知道 女性然後輔助奶媽的職業這樣 那旭哥呢 是不太玩奶媽啦 奶媽應該 比較少人會玩 但是他是隊伍面 也是不可或缺的 好每個人都可以選他最喜歡的職業 那最神職業推薦給他 那有幾個職業輸出能 特別強 是算是序哥最喜歡的 用的職業 也是官方認證 T0最強的職業 好那今天攻略分享到這邊 最多禮巴馬 隱藏版的序號拿法 最強的職業 好那大家記得訂閱頻道 我們下一集公略見